在上週五病逝 享受九十三歲的 馬總統母親 秦厚修女士 昨天在一切從簡的儀式中 完成了火化 陪著母親秦厚修女士的靈舊 馬總統捧著母親遺照 進入靈堂 介紹母親送最後一程 感謝我 秦厚 感謝我 秦厚 馬家人在歌聲中 送別秦厚修 代表全家人治紀文的長女 馬以南 要母親一路好走 聽到這番話 馬總統再也強忍不住哀傷 眼裡止不住的淚不斷滴下 在後方的中美卿 懷念婆婆 淚水也絕題 馬維中代表孫輩念起紀文 好幾度氣不成聲 嘉濟後 秦厚修 遺體火化 為了表彰他75年國民黨黨齡 還特別將骨灰壇覆蓋黨旗 骨灰壇上則是刻著馬總統 親自寫下的字 厚德修身 一身中黨愛國 慈母良師 勇士難報恩情 馬總統捧著媽媽的骨灰壇 馬家大姐馬以南 二姐馬乃希 三姐馬兵爐和小妹馬力軍等親屬 互送前往富德公募案錯 塔威和馬總統父親馬赫林相淋 讓兩人能夠長辦鄉眠 短短四天辦完勤後修後事 沒有設林堂 也沒有功績 一切重檢 馬總統鞠躬 謝謝社會大眾的關心 所有幫助我們這次當禮的朋友們 我們向大家居公表達感謝之一 居公 記者丁選吳家寶 蔣龍祥 台北報導